15号通报载客西帕南山附近山域失联的李姓女山友 搜救队17号发现失联山友遗失的手机还有证件物品之后 在今天的清晨消防局集结了东搜林业署等有9名的搜救人员 搭乘空勤直升机入山 针对事故热区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希望可以有奇迹出现 16号被入山搜寻客西帕南山失联的李姓女山友的 花莲县消防局搜救人员 17号发现女山友遗落的手机以及证件物品后 今天清晨消防局在增派9名搜救人力入山接替搜寻 希望能有个好消息 花莲县消防局执行客西帕南山失联案件 于今天19日第二季次集结 消防人员山域益销 东搜 宝西南安小队及玉林工作站等 共9人出动 那搜救人员于8点在永康分校搭乘直升机前往太平谷营地降落后 那随即前往搜救 花莲县消防局15号接获6人登山队伍报案 只同队一名李姓女山友 在客街帕南山失联后 16号入山展开搜救却仍无斩获 今天第三天正派9名搜救人员上山 针对事故热区进行地毯式搜寻 期盼能有奇迹出现 记者是玉兰 玉里正采访报导